兄姊妹 早晨 早晨 仍是年初九 我在此 按照我们过新年的习俗 互相祝福的 我们在此祝福你 叫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都可以身体壮健 灵魂兴成 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字 可以聚集 可以敬拜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话语 可以安慰 藉着祂的应许 可以得着 不单止个人 或者家庭 其实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都是很需要主的 当一个人 或者一个民族 经历到一些事情 知道尽了自己的力量 都不能改变的时候 人会开始思想 呼求天上的神 天上的神是爸爸来的 祂很想我们 经历祂同在 经历祂的应许 他经历成为 他儿女的宝贵身份 所以今天 我自己觉得 是很感动的 因为整个香港 现在人都很关心 生命健康 亦都一个环境 叫我们 不可以太多 公众 忙碌 甚至工作 那 变了思想 人生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呢 其实 就是快要失去一些事情 就开始珍惜了 无论是健康 无论是爱情 无论是关系 很多时候 我们忙碌到 忘记了 原来这些事情很重要 因为固着找食 忙碌到很多时候 没有思想 但是趁这个机会 好像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珍惜光阴 其实就是趁这个机会 营造一个环境 当然今天 圣灵是强势介入了这个世界 因为有 特别是中国 在向全世界展示 当有疫情的时候 一个国家如何处理呢 特别是人民如何回应呢 但我们不是普通的人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有圣经 有神的话语 有一个群体 就是我们叫他们口号 叫做影响世界 到底我们靠什么来影响这个世界呢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思想这件事 但我还没有说 主要怀疑之前 我记起了一段经文 很多年前 我想二、三十年前 我讲过一篇道 有讲过的 是很感动的 原来与今天也有关系 你听我读出 这是《文数记》第十六章里面的一段文字 与今天是有关系的 以及教会怎么可以影响社会呢 如何作为一个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个人、我们家庭 或者信主的这个大家庭 教会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里面 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呢 是很感动的一段说话 这个是记载出了埃及的时候 在抗野里面 摩西和阿伦是领袖的 他带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 浩浩荡荡荡地离开埃及 但走到一半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件事 这是第四十一节 到第五十节 你听我读出一下 第二天 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阿伦发怨言 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鸟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阿伦的时候 向回幕灌寒 不料有云彩遮蓋了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摩西阿伦就来到会幕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他们以人苦福于地 摩西对阿伦说 拿起你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有家常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女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 从耶和华那女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阿伦照着摩西所说的那女 跑到会众 不料瘟疫在民间百姓中 已经发作了 她就家常香为百姓负罪 她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 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 阿伦回到会幕门口 到摩西那里 瘟疫已经止住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2003年52日 当香港宗教会 一间一间一日一日 在维多利亚公园接着祈祷 第52日的时候 世卫宣布香港这个非典 已经离开了香港 这个是否很巧合呢 当然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我们解释不了 甚至有些事情 我们现今是不会明白的 神做事的时候 他傲秘的 未必完全人是可以明白的 怎样解释 又解释不了过去的 是要将来见到耶稣才知道的 但是有些事情发生了 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特别是信耶稣信神 有神的话语 懂祈祷的人 所以我觉得没有事情 比同心合意的祈祷更有效的 所以让我们今天一同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 因为你是天上的爸爸 你有恩典、有怜悯 但是你也是审判人的主 你是至高的审判者 你的话语、你的计划 在人的当中是要彰显出来 我们是微小的 但是你用荣耀作为冠冕 你要摆在我们头上 你当我们如珠如宝 当是你的子女 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 是非常宝贵的 人和生畜你都爱护的 主下这个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明白 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国家 为现在香港面临的一个疫症 多谢赞美你 因为你没有忘记我们 你的话语记载在世界上 这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也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但是都发生的事情 但是人是可以祷告的 主下愿意你给我们一个心 好像摩西一样 好像阿伦一样 苦福在地上 知道我们有些地方是得罪了你的 但是当我们为百姓 来到认罪、讨告、祈求 离弃我们自己的恶行的时候 也会有事情发生的 就是你会改变你的主意 你会把你的手 来遮盖我们、保护我们 也叫毒害可以离开我们 主下我们为香港祈祷 特别为中国祈祷 主下我们为中国 数以千万计的 祷告你的人献上感谢 愿意香港或者在中国 每个城市里面 我们为我们自己信主的人 和我们的家庭祷告 求主教导我们 審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 你是用你的话语来審判我们 叫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 可以恢复你原本安排、设计的 叫我们的生活遵行你的旨意 叫你的心得满足 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赐了拳兵兵 叫我们家上乡 我们的心跑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主下,瘟疫会止住的 主下,整个国家会突然又止住了 然后香港又突然脱离了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为香港的教会祈祷 愿你的话语今早就发出你的亮光 和你的真实、你的真理 叫整个香港今天是礼拜天 当信主的人思想天上的神 留心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下,你的话语就吸引我们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到你的祭坛 我们牵赏我们的生命 牵赏我们的祷告 主要愿你就医治 愿你在我们中间拯救 愿你使用我们 我们将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大家不要忘记 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 耶稣基督会在德福岛上 从天降下 哈利路亚 全球的人 无论在CGTN 或者CNN 或者Algazera 你都会看到耶稣基督降临的 这是我们的盼望 但是他说 你不可以忘记他的话语 《路加福音》第21章 11节里说得很清楚 他说一定会发生的 我回来之前 就是民会攻打民国会攻打国 地上必有很大的地震震动 而且会有饥荒和瘟疫 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们怎么度过他 今天就算有千人跌倒 万人跌倒也好 但是借灾必不临到你 如果你相信这个 心里面有盼望 你相信这个 你的言行和你的表现 就会帮助到其他人 其他人 其实中招的机会 差不多是好微好微的 但都很害怕 那就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容易过生活 反正都死 那你为什么要害怕死呢 反正都不能死 为什么要害怕呢 所以同样 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个生活 就是… 我是感动的 我不是感冒 我的鼻水是因为想哭 所以流出来 大家不用害怕 但是人看为美 中人看为美的事 我要留心去做 所以戴口罩 登记好自己的名字 出入的记录 或者洗手 很重要 洗手其实比戴口罩更重要 你戴口罩之外 还要洗手 多些洗手 手揭心清 这些屋是主 好了 现在真的要讲 今天要讲的东西 哈哈 我在思想最近 到底 保罗和他说 我共信知道生的真儿子提多 我说我写了封信给你 你要读给弟兄姊妹听 我们打开提多说 你知道保罗有很多门徒 跟从他的人 信徒门徒 有很多同工 但真真正正他很疼的 有三个 一个是做奴隶的 他是工人 叫阿尼西姆 他说他是我心上人 很疼他 你怎么疼你的工人 今天我也要讲一下 他是工人 奴隶 叫阿尼西姆 他说这是我的儿子 他跟那些领袖说 你照顾他 你不照顾他 我心上人 他说如果他欠你什么 你写在我帐上 然后保罗又跟那个人说 他说其实你整个人都欠我 我 我是给了很多东西 所以 他跟提多一样是这样说 我想跟大家用提多书来看 教会怎么可以影响世界 我们念口网 整天都念 但这里 真真正正正有四样东西 去提醒我们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影响今天 我们处身的香港这个世界 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 他就跟他自己的儿子 他写一封信给他 他就说这封信要读给信主的人听 不过在第五节 他说 我们一起去到克里特这个岛 你知道在塞浦路斯旁边有个岛 比较小一点的 叫克里特 这里保罗和提多传呼音 传到很多人信主 在第五节他说 我先走 你知道我没有带你走 他到处去的 我留你在那里 为什么今天我们住在荃湾呢 为什么神留我们住在香港呢 你没有移民多伦多呢 或者移民了你又回来呢 我们生活动作全流 我们的疆戒神是定了的 我们知道我们留在一个地方 是有个任务的 不是白沾土地 乱张椅子 或者是浪费市浪费米饭的 是神是有个很大的计划 在每个人身上的 所以你告诉隔壁人 一个伟大的计划 你有份啊 其实挺好的啊 虽然有很多人在家里面看电视 但是也有这么多人在这里 真的感谢主 对不对 所以在大气联波一切的那些弟兄姐妹 可以去得平安 喜乐 又安慰 今天跟大家说 在《提多书》里面 在四方面呢 就是 无论我们个人的家庭 或者整个教会 由很多家庭组成的大家庭 或者在社会上面 或者在我们日常工作的崗位上面 这四方面我们怎么可以发挥到影响力 有时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多人 不知道你又记不记得 2003年非典的时候 我们教会和另外一个大的教会 一起处理过一位叫謝阅文医生的喪禮 是感动了整个香港 甚至是中国的 连中国的总理下来的时候 都要慰问一下 就是一个人的勇敢 其实他可能做的事情 很多人都在做 不过有时神会用一个人 来告诉大家 这个也是一个榜样 因为他勇敢地去照顾病人 失去了生命 但有些事情 他自己作了一个决定 是每个人都可以作 不可以和其他人比较 因为有很多可歌可歌的事 没有人知道 是默默地做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有很多人做了一个大的故事 但是神是纪念我们每个人 提多是保罗的心上人 他有三个熟灵的儿子 这是其中一个 阿尼西姆的飞容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提摩泰 提五节 他说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 是要你把那没有办完的事 都办你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个城里面 设立奖路 这个就是保罗的提多 英文就是说 我留你在那里 set in order what is lacking set in order 就是说 有时候你坐升级 或者你按了咖啡机 他就写着 out of order 就是停止操作 或者就是 入了钱他不出咖啡给你 他不是完全没有操作 他不操作正常 其实他设计是 那便是有咖啡机 出发了 谁知不出来 这就是章子在哪里 对不起 操作不正常 有时候你入车 不是剥车肯定的 有时候他说 操作不正常 不可以用费呈卡 或者不可以用八特通 只能用费呈卡 这里保罗就跟提多说 非常重要 我留你在那里 我们带了很多人信主 有基督教的教会设立 然后城市 很多人被这些影响了 不过 他提到 你做一半不做一半 你没有办完 我吩咐你的东西 所以就是 不整齐 我最近在想 什么是一个办理整齐的家庭 什么是一个办理整齐的教会 什么是一个办理整齐 就是in order 有order的 神做事是设计 整个宇宙有order 整个人体有设计 有order 有个次序 有个秩序 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安排 如果我们身体不舒服 是因为out of order 如果你吃一些东西 不吃一些东西 它又回复正常的 人可能很长命的 不应该吃的就吃 不应该做的就做 应该吃的就不吃 所以就搞到out of order 你这个加密刀 你这个加密刀应该是上 然后下 下 但不知道怎么样 没有按照的操作手冊 来做 所以就坏了 所以没去到就已经停了 或者有时候 我去过一间医院 哇 它的加密刀一到的时候会地震 又慢,差不多三分钟才落一层 然后落到,砰,这样就到了 所以我最近有机会出入医院 我看着他维修了不知多少次 每次去到都说维修,因为下个星期又没事 下个星期又说维修 维修几次,出名的医院 所以出名的教会,出名的人,你的家 你是如何设定的呢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东西 说到order这个字 记不记得,我们有机会查经 最近我们读了一篇圣经 是关乎以弗所书,保罗跟以弗所的人说 他说,第三章,第三节里说 他说,你要知道神赐恩给我 赐恩给我,我说给大家听 原来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职份 即是我,保罗说 我有一个职份,就是管家 职份的原文就是oikonomia 即是家的管理,家的规矩,家的次序,家的秩序 大家一起说家庭的秩序 大家知道家庭是有秩序的,应该是有的 不过当家庭没有秩序的时候,就out of order 身体没有秩序又out of order 应该睡觉不睡觉 应该吃的东西不吃,不应该吃的东西吃 那就out of order 所以你问一下旁边的 你想不想你家庭扮你整齐啊? 你问吧 原来这个非常重要 一个人的家庭,我最近有一个年三十万 年初一都见到很多家人 整个家庭都坐在那里 家庭是很重要的 我的爸爸妈妈 是神创造来生我出来养育我的 他们年纪大,有一个已经过了身 另外一个87岁 但很多时候我不太懂得 怎样去爱他,或者去尊敬他 不过这几星期又好像学了多些东西 我原来要这样叫爱,这样叫尊敬 我都不是完全不懂的 有时都做一下样子,牽着他的手 跟他去吹话喝茶 但是,这样做而已 但是心态更重要 最近我的心有调整 我心有转向他多些 因为是要调整的 就像热烂了,要弄一弄固 把油放进去,你的心是可以调整的 心态今天我跟大家说 心态就是态度 你怎样想东西 你怎样对一个人是心态 你做了表面的东西 未必等于你的心是这样的 有时是做给自己看,做给他看,做给人看 在家里也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 但最近我这两个星期 我心转向我妈妈 我不告诉你什么过程 我发觉我生出来的三个女儿 四个孙子 和我三个儿子 即是那些女婿 心又转向我 是超自然的 我说的他都不明白 叫的他都不听 但是有些事情 只要我心一转 转向神,转向我的父母 我呢 我自己生出来的子孙 她的心又转向我 突然间主动会说话 这个就是神的创造计划 叫每个家庭 每个社会 每个教会 首先要做的 就好像保罗和提多说 你一定要set in order 第一,大家一起说心态 第二,言语 然后行为 这三个月都要调整的 你的心一转 上帝的心转向你 你触碰那个车 因为你不需要说 不需要指着他 不需要close her 在TV叫他 他的心也会转的 他会说的 他说不如这样 我们回来 我从来没人试过 我自己家里面 十个人是我家 我生出来的三个女儿 嫁的丈夫和他们的子女 全部回来我面前 尊荣我 这个有时候 田鸡各河各有各有各有 你叫你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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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不到 这个我解释不到 总之很奇妙的 如果你想你太太疯你 你想你老公疯你 你留心今天说的话 你试试做 没有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看 看一看 第一章 我想和大家 首先说家庭 家庭 神说 我设计的家庭 如果次序是好 秩序在这里 掌右有序 如果在这里 照着我的教导 你们互相的角色和关系 稍微搞好 就会产生一种影响力 他就会执行到神 在这个世界里面 管理的计划 因为神是有计划的 先看看一个字 二分所书第三章 第九和第十节 二分所书很奇妙的一封信 他将一个人类 之前不知道的东西 说出来 普罗华 神有个计划 大家说计划 是一种冒备 福音好像有个mystery 我和太太昨天都在问 她说什么叫mystery mystery不仅是隐蔽了的东西 而是神想人知 不过人不知道的奥秘的事 秘密的事 这个秘密就是说 神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关乎整个世界的 而这个计划 是他说给保罗听 所以保罗有两个工作的description 一就是传福音 传上耶稣的福音 叫个个都识传 第二就是说 要说明有一个计划 神有一个计划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很多很聪明的人 国家元首都不知道神的计划 但是你知道的 所以你告诉大家 你真是很有福 你知道神的计划 这里面讲这些计划 因为我们在说 什么家设国 影响世界 这是神的计划 但是你要如何去执行 你必须有细节 我牽住我妈妈的手 要和这个计划有关系 我和我孫子去踩雪劇是有關係的 你要揭力做的 要不然就做一些不等花的事情 我過去這四個月學了一件事 我懂得預備早餐給我老婆 三十九年都沒試過這些事情 但現在我不做好東西放在桌上 我睡不到睡覺的 我昨晚沒有做到 所以睡得不太好 太忙了 預備今天講道 看到天花 眼睛都化了 但是神就說 在第三章《二分所書》第九和第十節 大家一起讀一讀這個 這是神的計劃 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家庭 整個教會 整個社會可以經歷的 保羅說 他有個角色說 我可以使眾人都明白 大家一起讀 這歷代以來 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女 他竟傲備是如何安排的 為要藉著教會 使天上執政的 掌權的 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所以這裏是講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就是寶羅說 我歷史以來沒有人有這個恩典 叫我有一個跡份 神明白這件事 我明白了 所以我寫信給你 所以讀聖經是很有福的 你要讀 要讀在心裏面 讀出來用口讀 用耳朵來聽 不懂字都可以叫人讀給你聽 現在很多人可以朗讀的 所以神的話語 我管理大家現在常常在家裡沒有什麼做 你開著一些聖經來聽 重複聽 看 然後你想一想 到底這個職份 職份的字其實就是管家 大家懂得說管家 什麼叫管家呢 提多書也有一章七節說 我們作神的管家 所以管理教的領袖是管家 管什麼呢 不是管人 是管家 管家是人 但職份是管理家庭 換句話說 管理家庭是改變世界的東西 大家想一想 現在有些人說 慘了 我的小孩子 整個月不用上學 我怎麼辦 我現在對著他 都差不多要面對這件事 是你生他出來的 你交了他給主人學老師 交了他給寧長老 交了給什麼曾老師在學校裡面 這是外判的東西來的 你自己都要做回一部分 所以告訴隔壁人家 不要再外判出去啦 自己面對你的老公啦 你的老媽子啦 你的老婆啦 你的兒子啦 你面對他 因為神現在是給機會香港人 給機會中國人 特別處理這件事 因為不能選擇他強勢介入 這個社會 叫你個個要面對你家人 上班都不用了 就留在家裡 趁這個機會搞好一些 一些次序 秩序 OK 這裡大家可以明白 原來隱藏了的東西 是很奧秘的 他如何安排 大家再說如何安排 安排的原文就是計劃的意思 神是如何計劃的 the plan make known the plan 就是說做事是有一個計劃的 是不是 你要設計一件事或者做一個工作 你當然有計劃的嘛 這樣做這樣做 你這樣做你這樣做 是不是 如果我們今天講到 唱這首歌這些 當然是有計劃的嘛 唱哪六首歌 第一首是什麼 你就有計劃 原來誰站在哪裏 誰大聲一點 誰小聲一點 有計劃的 神是有計劃的 按照祂的計劃做 這裏就很好 而且是很舒服的 這裏就說 神說 人可以管理家庭這件事 是祂的奧秘來的 以前的人不知道的 阿伯拉罕知道少許 摩西知道少許 現在才知道 因為有耶穌 因為有保羅 因為有現在這些書信 所以我們明白 原來神是如何計劃 the plan and the ordering 這個安排的字 意思就是計劃 和次序 和秩序 大家就說 秩序 計劃 所以你讀聖經 大家都想 我的生活言行 和我的態度 我講話 和我的生活 和這個計劃 是否吻合呢 如果你不吻合 你就拿不到咖啡 享受不到甘甜 你去不到樓上二十樓 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這裏所有的升降機 全部都說 Out of order 你就站在那裡 都不是完全不操作到的 那就走上去 那就辛苦些了 所以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 可以搞好自己的家庭 好了 我很籠統地說 大家有機會詳細看 家庭裏面 是有六個角色的 大家一起說六個角色 第一個角色是做妻子的 大家聽說是做妻子的 第二個角色是做丈夫的 第三個角色是做兒女的 第四個角色是做父親的 第五個角色是做仆人的 第六個角色是做主人的 這是每個家庭都有的 有多少人有韻傭或者非傭的 請舉手 有些 不是每個人都有 其實我自己都在做非傭和韻傭的工作 最近這幾個月 最近好很多 不用怎麼做 身體的力量回來了 但是是很喜樂的 學習到一些事情 原來家庭裏面有管理的 有次序的 這裡不說好心 總之做妻子的 有些角色和其他人的關係 你做妻子 聖經就說 你不像基督的教會 信復基督那樣 凡事信復他 這是心態 不是行為 你心態正確 你的行為不痛苦 對於我來說 倒垃圾桶去後門 或者拿去樓下 是很痛苦的事情 以前 因為我心態不正確 我覺得不應份 我不應該做的 我沒有這些訓練 我沒有這些告末 這不是我的角色 我和你的關係 不應該變相影響 辯論了很多年 但最終我發現 這是一個真理 這是我的角色 我是作丈夫 作丈夫 你要寫命 寫點力亦沒有不肯 你的時候 怎麼叫助寫命呢 生命都不要 我來說 路線是最istoire的 cible白質沒問題 不要花我時間 你花厚 這就是破壞秩序的事 神是有次序的 神是有秩序的 有安排 每个人有角色 照做就可以了 你不明白不重要 照做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不明白也不重要 你照做 当然你明白了更加舒服 所以现在我太太叫我倒垃圾 我说我是为此而生的 你起码说了舒服很多 我懂得说话 想不想做 都是不想做的 有时候我说 我是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此来到这个世界 那些人都舒服些 但是是不是要做 都是要做的 而且我太太说 我叫你洗碗 我说 那碗 那碗没有感觉的 她等多五分钟都可以 我现在在喝我的杯茶 我在看这么好的电视节目 但我太太说 我叫你五分钟前洗碗 所以我太太真的很爱我 对我的品格很重要 我的角色 她很流入《以不所书》 第五章第二十八节里面 一直到三十节 所以她说 我五分钟前叫你 五分钟后你都没做 你知不知道 这些延迟的顺服等于不顺服 我说 跟耶稣就是这样 跟你也是这样 他说 嗯 从这个开始 如果我不够他拗 总之就是 我说 我还有段距离 但是缩断了 他说 尽量继续缩断 要求得很高 所以 这是我处理《以不所书》的六个角色里面的 我的心路历程 所以作妻子的 作丈夫的 你自己知道了 作儿女的 很简单的 小时候就听从 大时候就尊敬 一生都要尊敬 那你就长命 我肯定很长命 因为我决定孝敬父母 哈哈哈哈 然后作父亲的 大家如果是男人 又结了婚 或者生了儿子的 你就不要惹怡的气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你不要弄到他们发生 你自己想想怎么做 主要是教你的 你们作伯仁的第五个角色 因为今天没时间讲很多 赖过一下 等知道 每一个的 individual household 每一个家庭 其实今天都有面对的 你对一个非语 和一个印语 你是什么心态呢 影响你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执行 我以前也不太认识的 我现在说给你听 我最近想的事情 我门口有个看奸 我太太不懂和她说话 我太太很认识的 但不懂和她说话 因为她的样子像塔利班 她是巴基斯坦人 你害怕她 她没有笑容 我跟她说话 我跟我太太太说话 她会不会忧欲呢 因为她是七十多岁 但我说 主要你鼓励一下我 我现在每天看到她 一定搞低玻璃窗 因为我出这么大集 我说 Mr. Ahmed, How are you? 你好不好? 他逼我自己说 说几个月吧 天天跟她说 一定搞低玻璃窗 你好嘛 就称呼她 Mr. Ahmed 然后她说 好 没有笑容 初初是完全不笑的 回来的时候还挖着你 没有人敢进入我们的花园 你看到她这样 你敢动她 但我就说Mr. Ahmed, How are you? 因为她是工人 我就尊敬她 她说, Fine 我天天都说 Have a good day 都要祝福你 我又期望她 她要帮我们淋花 淋草 如果你对她不好 她就不停淋 我发觉 我花园很有心机 最近在她做的东西 她说,全都... 这样 本来是绿色 现在变成巧克力 我不能每天都淋 每天都淋 但我发觉 就是这些out of order 叫她淋水 淋水 她不淋 我倒回去做 我每天都问 他問 你好嗎? 你怎樣? 然後 Have a nice day! 今天過得好一點 過了一段時間 他突然關心我 有一天他跟我說 Mr. Chen 你今早就好像心事重重 因為我沒有搞低玻璃 沒有問候他 他關心我 最近出現了一件事 就是家裡有彩花賊 我們買了一些蓮花 本來這麼大堆紅色的茅丹 誰知有一天我和我孫女說 我們快點去救 因為十幾隻雀仔在這裡吃 一下去他就走了 已經這麼大堆變成這麼小堆 最後兩棵這麼大堆的紅茅丹 終於變成這樣一個敵 就是被這些雀仔吃光 我和 Mr. Ahmed 研究 我說 怎麼辦呢? 大家說來說 過了幾天 因為要救那棵花 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來香港五十幾年了 我生了七個兒子 四個孫兒 有一個是博士 是一個電子 IT科學的權威 經常去講學的 他老婆也是PhD 我都要問清楚他是不是 Dr. Ahmed 哈哈哈哈 Anyway 這個就是博人和主人的角色 好了 所以告訴隔壁人家 家庭是有秩序的 可以恢復的 你的心態恢復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看什麼是教會 你看後一點就可以了 提多書第二章 第一至十節 那裡有六個角色 大家一起說 六個角色 家會是每個Vivienne的家庭組成的 我們每個都有 家裡可能有 上面有父母 下面有子女 旁邊有丈夫 有妻子 這六個角色 你今個星期想一想 如何搞好他 包括和你的工人的關係 寶羅對他的菲蓉好像兒子一樣 但這個是他 你是不是這樣呢 心態上 神也是緊張這件事 而且對你有益 因為你對他好些 他現在說 我今早的Mr. Ahmed 他說 我今早已淋了一個多小時 我慢慢替你淋 我教他 你不要那麼遠 你不要那麼遠 我來打她 我去把那些Nutrient 我把那些 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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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都吹走 我把那些綠葉 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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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吹走了 你講是沒有用的 你對他更好些 他就說 我今早 淋了個多小時 我把那些花灑的 那些水 把那些 滲走 對自己也有益 第二个重要的关系网就是教会 教会第二章《提多书》 1-10节讲了六个角色 那里的角色就是说 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 有些人是老老的 就是说older man 就是那些比较年纪或者熟灵成熟的 称为老年人 第二章第二节 其实就不一定是年纪老的 我是长老而已 但我未必是年纪最老的 我们的长老都是 他样子很严重的 对不对 没什么代沟而已 我和他都没什么代沟的 我和我的孙子都没什么代沟的 但我觉得如果65岁还去留冰 待会我搭了在那里怎么办呢 所以都是唯有看 我都不想下场 但我仍然想买一双 roller blade 和我的孙子 就是滑雪 珍雪的也比较滑 但那些四个车那些 我有的嘛 我认识 我可以的 所以说我祈祷 有人在天台试试搞这个 哇 每个都说 哇 你小心点啊 因为他每个都不是关心我 是关心我 他说你要照顾阮儿的 原来不是关心我 而是关心阮儿 我试过滚足流冰 差点跌的时候 每个都叫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你要照顾阮儿的 我在人的心目中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重要性 照顾阮儿 很重要的 好 第二个角色就叫做老年婦人 第三次说是老年婦人 就是说那些年纪大一点点 因为现在六十五岁 按照联合国都是年轻人 六十五岁以后 所以我还是年轻人 那里说有些 不太详细说了 但全部都是品格来的 是跟人的关系来的 老老的人要尊重 在信心、爱心、忍耐上 你都要顺存 老老的那些 比较结婚、三个儿子那些 你就要指教少年那些 就是年轻的那些女人 就是你自己首先要恭敬 你不要说是非 不要喝这么多酒 那你懂得用善道来教训人 所以老老的的 信住久一点的姊妹 你是要去指教那些年轻的 教他们爱丈夫 不如说出声 爱丈夫 我喜欢听这个 爱儿女 是 紧守 精洁 料理家务 原来料理家务是影响世界的东西 再说清楚一点 料理家务是影响世界的东西 我自己相信 因为我从来不料理家务 40年 我不知道沙煲、鱼餐在哪里 最近因为 我又再说 是精灵强势介入我的婚姻 我没有选择 我一定要知道沙煲、鱼餐和杯在哪里 我发觉对我人生有些改变 对我和整个世界的管理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又不讲这个 所以几个角色 你是 older men older women young women 料理家务 这个是好的 结局就是 如果你做这件事 就不会有人 诋谤信耶稣的人 免得 神的道理被人诋谤 原来自己料理家务 会有一个角色 就是 神的道不会被诋谤 第五个角色 就是提到 你自己 换句话说 特别是 在教会里面有些责任的人 这个就提多了 普律就说 你自己都要 凡事显出一个善行的榜样 善行 有机会我又说 good works 其实包括有偿、没有偿 赚钱、非赚钱的工作 都是good works 不是只是探访 做一个慈善 或者是一些 在教会里面服侍人 无常的 但是 上班也是good works 这一会儿会说到的 第三章里面说到的 原来这是善行的榜样 所以我们如何上班 是善行的榜样 所以 第六个角色就是 劝那些仆人 要顺服自己 不要偷野 要忠诚 凡事都尊荣我们的救主 所以无论我们自己做仆人 就是做打工的 或者做老板 这里没有说了 但是这六种人 就是在教会里面的 最重要的六个角色 第一就是老老的长老 老老的大敬拜的人 不是说说Vivian 你不是老 就是比较老练 对不对? 然后有些年轻的 男人年轻的女人 这几个角色 就是在教会里面 是要有秩序的 所以现在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年轻人 他们不认识我 大家看到我 Hugo长老 我是很感动的 我就走去赞 Keevan 不是赞Keevan 我赞Wing King 我赞Jason 因为那些比较年轻的 是他带出来的 就看到秩序 其实当然要感谢主 为Keevan长老 你带着其他的 这个心态 如果一调整 你讲话就会调整 你逼那个人讲 我不需要逼Mr.Ahmad 帮我淋花 因为他引以为耗 我现在只问 你今早有没有跟他们讲话 跟花说话 我跟他说 他遲些会跟我说 我跟他说了 甚至叫你赶那些小鳥 他也不需要叫他 他时常会做 因为他觉得有点骄傲 所以这个是 好了 看完了教会 第二个 众家之家 很多家庭 组成的 这个大家庭里面的六个角色 我们看第三样东西 第三样东西 不是很容易说的 不过也要说 不是我的意见 这个是圣经的言语 神的话语会审判我们的 什么是 in order 什么是out of order OK 这里提多 保罗就说 提多 你读第三章 第一和第二节 这里就是除了一个人在家里面 你的心态言语行为调整 你在教会里面 就会调整 你会带领那些人 虽然他没有你那么厉害 要知道我们带领教会的人叫家长 非常合圣经的 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的 也叫做祖长 我怎么知道你是红组 还是绿组 还是什么组 不知道你是什么组 但是家人 每个人都明白了 原来家庭 家庭有六个角色 大家庭有六个角色 但是你一叫家长 就开始明白保罗说 我说这个很重要的职份 就是管理家庭 管家的职份 是家 所以我们的教会 是用家的关系 家的秩序要维持 是一家人 这是按照个别家庭的六个关系 调整我们的心 所以今天我想鼓励大家 想一想有什么可以调整你的心态 还有要尊重的 因为有些老公读书不是很聪明的 老婆读书比较聪明的 但是难道你读书比较聪明的 赚钱多 你又可以疾她的吗 你一疾她 你就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 没有份的 还有自己受苦的 一些东西不顺 什么叫out of order set in order 就是说本来操作很好 但是你因为你的关系 次序乱了 非常重要的是次序 次序和秩序 你次序一乱了 神做事是透过授权的 大家可以说授权 再说清楚一点 神在家的单位里面 只是主要授权给男人的 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你拿着授权书 你有权柄 但最后打靶是打你的 什么是你 所有责任是你的 我一明白这个 我家就信了 因为无论有你无你 最后都是关我事的 不关他太太 我太太事的嘛 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这是针对自己的 搞好自己的角色 搞好你的心态 你言语就会改的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三了 第三就是 当我们在家庭的六个角色里面 大家运作 是操作 回复回应有的次序和秩序 这个就是神的计划 这个就是神叫我们管理家庭 所以家长他未必比你 但是他的角色 是这个家庭聚会 那个 elder man elder woman 就是这个是老年人 或者是年长的男人 他有个角色的 他好像家长一样 他未必多你的知识 未必赚钱比你 未必圣经比你熟 不过他的角色 就是管理这个家庭的 他神授权给他的 在家庭里面的教会一样 教会如果宁建人掌路 是不是 你也是我的掌路 我会凡事我信服你的 因为你现在是运作执行 神的责任给了 传回这个教会 你有这个角色 我虽然年纪比你 我经验比你多 但我会信服你的 我会和你同行的 我心态一定要这样 我才运作得到 所以弟兄姊妹 你如果有时发觉你的家长 或者你教会的领袖 有些地方你做得没有你做得那么好 可能你觉得他作决定程序 或者是你的意见是这样 觉得如果做好一点就好一点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就是你和他的关系 你的心态 你是不是尊敬和信服 不需要 因为你做了表面都没有效的 没有分的 但反而如果你的心态正确 你有没有做过那些东西 神会计分的 那些东西就顺了 所以在一个家庭如是 教会这六个角色里面如是 我们不是因为他做得正确或不正确 他做得正确或不正确 或者他做什么决定 因为负责的人是他 不是你 如果你有家长 你觉得 不是太得了 不是太够班 那为什么你不做呢 你读了两个神学博士 但都游愁眉苦念 悠悠愁愁愁 什么都谈 什么都没心思 一元踢到你又跌倒 你都胃痛 那别人喜乐 别人关心你 他爱你 做你家长 做你小组长 所以无论你什么幸福小组 什么家庭聚会 什么家序 什么教会 都是这一套规矩 你就尊敬他了 你尊敬他的时候 哇 那些东西就顺了 是这样的 扣楼是一样的 你扣错第一个楼 很肉酸的 扣对第一个 第二个 就顺了 所以你告诉隔壁 扣对第一个 第二个就顺了 所以他说了家庭的六个角色的关系 心态 就是我们怎么面对 教会如是 这六个角色 其实我是很粗略地说的 第三个是社会 大家先说社会 社会的关系 全世界一样 这里圣经的教导就是说 提多 大家先读这两次圣经 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顺服作观的 掌权的 遵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委绑 不要增敬 总要和平 以向众人大显温柔 这两句圣经 在全世界 每个国家 每个城市 包括香港 是适用的 因为这个提多 首两百年 整个克里特岛 是改变了的 首两三百年 整个地中海 包括塞浦路斯 包括意大利 包括土耳其 全部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 文化、医学、教育、建筑 所有最代表性的东西 都被基督徒改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家庭都是按这些次序做事 每个教会都是按这次序做事 接下来当然有些黑暗的日子 离开了 但你知道为什么初期教会 会改变当时的世界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曾经有很多瘟疫的 头那几百年 有些黑死病那类的 但是头那几百年 那些基督徒 表现出来的勇敢 参与 写生 感动当时的社会 无论是无神论 或者希腊人 有很多诸神 或者其他拜偶像 那些很邪的 那些人都服了当时耶稣基督的教会 服了 今天同样我们可以发挥这个角色 同样可以发挥的 我们不可以论断批评其他人 因为有些人是没有神的话语的 他完全不知道转左转右了 现在没有了准则 但你和我有 弟兄姊妹有 我读了这个的时候很简单 保罗和提摩泰说 提多说 你要提醒众人 有些人都忘记了 知、听过 以前都是这样 但现在 我们怎样信服 他说 做官的 你信服做官的 这个是圣经 不是我的意见 我也有困难的 但这个说话 要改变我 不是我改变这个圣经 他审判我 不是我审判他 我们不可以说 这些事情今天不行了 怎样 他们不行 你是不是想 正话 经历正话 《文数记》《细术》 整个民众 投诉摩西和阿伦 两个作领袖 只要一说 你害死人 一这样说 瘟疫就临到那些以色列人 心里面这样说出来 我们可以避免这些事情 扔回转头来做 想想 什么叫做 因为你读圣经 一定要问三个问题 大家想说三个问题 说了什么 说 你要看这个圣经 说了什么 内容是什么 你要说 想想 第二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三个问题 你读圣经一定要问 关我什么事 以前是顺服作观 是罗马人 有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 是不明白的 我读圣经 读到保罗 他明明的袋 是有罗马护照 他去腓立比 搞到个个人信主的时候 很多人妒忌他的时候 那些官 就说 你搞到暴乱了 现在 先打你一身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到差不多嘔血 然后 他才说 是罗马人来的 哇 那个长官 警署的司令官 说 大劲了 打了太平紳士 未审打他 但是 保罗又怎样呢 他说 你们有权这样做 你不是空配剑的 耶稣也是这样说的 你有权这样做 因为我爸爸授权给你 我当然带权给你 不过现在我在这里尊重你 教会是这样 家里是这样 他怎样都好 他的位分 你就要尊重他 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 都是今天每个基督徒的选择 你怎样做出来 也有好 所以就问 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说 然后 那关我什么事 保罗就要信从 耶稣要信从 我们今天 没有可能信从 那你自己 负责 你正话说的 想的 那些 那些说 你不要委扑 不要增征 还要和平 而且向众人大显温柔 所以告诉隔壁 你真是很温柔 你真是工作这么温柔 说话这么温柔 所以你今天出去温柔一下 好了 最后一样 就是这样 当我们的家庭 恢复了一些秩序 次序 和我们的心态调整 非常好 回到教会 每个人都心态调整 言语调整 态度调整 非常好 这六个角色 大家就运作 去到社会的时候 我们有作决定的时候 我们怎样说呢 要调整 但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机会的 所以我们读 最后提多书第三章 第八节和第十四节 提多呢 保罗就吩咐他 你要讲清楚这两样东西 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现在发觉自己很沉气 因为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我都搞清楚的时候 我就会切切实实地讲明 OK 第八章是这样讲的 他说前面就是讲圣灵 讲神那些东西 这话是可信的 对不对 好了 第八节怎么说呢 他说 大家一起读第八节 我也愿你把这些事 切切实实地讲明 使那些以信神的人 留心作正经事业 这事 美事 并且与人有益 是profitable的 就是说有利益的 带给别人利益的 当然这个是很多层次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句圣经 这个就是保罗华提多 你是教会领袖 你教所有信耶稣的人 所有门徒 是信耶稣都要告诉他们 所以说切切实实实 大家就说切切实实 切切实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切切实实 很逼切 真切 而且实实在在讲 讲完又讲 讲到大家讲明为止 就是说你们信了主 既然你是基督徒信了主 你有没有留心作正经事业呢 这个是近年我真的常常思想的一件事 这个圣经是有些地方 一看未必明白 因为它说 Devote yourself to good works 圣经又说good works 行善 作善事 善行 这个就是good works 但是中文圣经这个翻译得 这么多地方 我觉得这个翻译得很清楚 准确 它说你要留心 Devote yourself to正经的事业 如果你是家庭主妇 你的正经事业就是洗碗 煮饭 换片 这是你的正经事业 如果你是律师 我就做律师工作 如果你是警师 就做警师工作 你做护士 就做护士工作 你做传道人的工作 每个人都有正经的 英文说good works 就是说有常无常的 你毕生做的事 这个就是你的 good works的原文有两个字 good and honest vocation 或者occupation 护士是occupation 法官是occupation 警察是occupation 而且再深一个层次是vocation 就是说神 叫地上每一个人 他有一种呼召 vocation就是呼召 大家就说呼召 神是呼召人做事的 那你的工作 无论是occupation 或者是profession 或者是职业 或者是事业 或者是日常的工作 这些就是善行 这些就是善功 如果你做好你自己日常工作的本分 那神就说 这些是对人有益的 因为你出了粮给人 出粮给人是很重要的一个善行 然后你赚取到自己 譬如你打一份工 你赚到一万多元 你就养育到 Mr. Ahmed养了七个子 养了一个博士 很少钱 我不知道他怎么办 以前可能收入会更多 但是原来我们这些就是good works 就是行善 所以在家里面做无常的工作 在教会里面做无常的工作 还有在外面做赚钱的工作 无论你自己是老板 或者你打工 这些如果我们留心去做 就是devote 就是专心去做 原来就是跟神永恒的计划 影响世界 直接有关系 所以我告诉你 你做好这些 你就会影响世界 换句话说 今天有几个层次 你家里面想一想 今天 我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老公呢 我可不可以约我妈喝茶呢 想这些东西 可能有压力的 因为有挣扎 但是神会帮我们 因为这是恢复的秩序 set in order 这一信 教会就信了 那你可以对Kevin长老 多点问候他 Kevin你开不开心 Have a nice day 对工人都如是 我们要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好了 对官员 你是祝福啊 或是投诉啊 或是信服啊 或是埋怨呢 这都是心态 天天如果有人骂我 我会不会做得很精神啊 如果你在家里面 那些人回来来骂他 是坏老爸 是正坏人 没什么能力 全部都错 害死人 哇 那做爸爸都没有心机 我需要鼓励 社会一样 除了此次实实实 就是说明要信神 最后就是其他有一种人 第十四节 保罗呢 就跟那些有领袖角色的人 我门的人 大家一起说我门的人 因为保罗有三十八个以上的同工 有些是亲密一点 那你想一想在教会里面 你有没有那些同工 那些就是我门的人 你敬拜队有个我门的人 我们长老团有个我门的人 你的家长有核心同工我门的人 你幸福小组有组长同工我门的人 你做后面做影视的 做招待的拍摄的 你有我们的人 这里又可以影响世界的 就是要学习正经事业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 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 这个今天是很重要的 因为香港是很需要各行各业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崗位上 不单止留心 甚至要学习的 我们要祈祷的 我昨晚看 是不是沈祖堯教授 他沙士的时候 没有了符笔 他说唯有跪在这里 整班基督徒 不知道 不懂 完全不知道 怎样搞香港的沙士 唯有跪在这里祈祷 整班基督徒祈祷 但神又刺突破 但他做好的自己做医院院长 想教授工作 我们要为这些人感谢主 我们也要以身作则 走出去的时候 鼓励身边的人 因为现在人心是惶恐的 人是要照顾自己的 但是这里说 我们可以学习正经事业 换说话说 所有领袖都要有着谦卑的心 我们要为香港政府祈祷 让他们谦卑 让他们学习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学习 不懂就学 因为现在现代人 平均都会转几次工作 即是公众都会很大改变 有AI、有robotic 再过十年、二十年 可能大家会很悠闲 因为不需要做那么多体力的事情 希望到时候有收入 没有收入便吃少一点 所以在家里多一点 有赚到钱便好吃好住 但这是将来的事 今天我们要学习正经事业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to meet urgent needs 现在香港找食是很难的 但是神会帮我们的 因为祂关顾我们的 你怎样找都找不到 他给一些礼物便可以了 有时候是不知怎样的 我这四个月没有怎样做事的 我收入日比之前的四个月多了 我要照顾太太 神可以照顾的 我解释不了的 但我要学我从来不懂得做的事 我现在每天都读书 每天都给自己挑战 要学习一些 无论是带领教会 无论是带领家庭 或者是找食 我要学新的东西 我完全不懂的 我学 然后有机会做 留心做 不懂就学 读吧 现在因为很多知识 可以很随便都可以拿到的 但是要跟一些 有比较留心 有很肯学的人 一个做带领的人 一定要不断学习 如果你不是学生 你就不可以做老师 一定要天天在学习 而且这个结果就是 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 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作 事业 现在很难 但是会有神的恩 祂会帮你的 有时候你解释不了 这个便是傲备 傲备就是神有计划 你想参与他的计划 如果你想参与他的计划 搞好自己家里的角色 心态关系 如果你搞好自己的大家庭 教会的角色 心态和关系 跟着你对所有有权并 神授权给一个国家 城市的领袖 你和他的心态 对齐和神的心态 你就会在社会里面 在神的计划里面运作 但是具体今天我们要祈祷 每一个人的角色 就是说日常的正经事业 主父会做好主父的 然后你是做会计的 你就做好会计的 你是做医疗的 做好医疗 这个是每个人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祈祷 因为现在有些地方 好像out of order 人的心乱了 但是我们有神的话语 祂会帮我们 而且会有神职其事的 神是可以介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的 用我们一起起立 甚至可以meet urgent needs 因为教会是可以供应社会的 可以改变社会 影响社会的 我们唱一首 我很爱教会 对 你爱你的家庭 你会爱教会 你会爱社会上面那些 你不是太懂爱的人 那我们可以影响到处 阿里雷呀 代表神执行的计划 让我们一起举手 我们祈祷